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百万只又把摩托车送过去修了 司马当火码在最后一派 得过去时间太早了 尤其是人民馆转了一大圈都才十点半 又涨价了 我就远了 是不是 我就远了三十个 我上边来的时候 又涨价了 是不是 就新加把车前 车到这儿来不 这边不能车 这边不能车 只车这边 哦 那这个还是一个番茄牛肉嘛 然后一个灰锅 然后这儿 萝卜汤又不能免费的呢 这咬口汤嘛 不能萝卜汤就是 哦 灌汤灌汤 然后一碗饭 一个番茄 一个灰锅 干脆再一个豆腐鸡水嘛 好 三个 三个 四伯爷打包 好 这点老鬼老厨房 还是收拾得多干净的 好 好嘞 打完闪嘛 好 好嘞 这点叔叔记得好像是90年代初开的 算下来差不多30年的话 上一盘来吃还是五六年前来吃 这个番茄牛肉是当时叔叔影响最深刻的一道场 先把番茄过油 再把腌制好的牛肉过了粉也过油 有点像番茄炒蛋 只是最后不放到锅里面一起炒 开车两个完全不像干的食材放到一期吃 居然一滴味活干都没的 因为在家其他的调料 包括煤炭 这一点很重要 番茄就是春原味 锅油的火候也很好 微微的短生 酸酸甜甜的 相当开胃哈 牛肉妈的了不鲜不胆 但是又一点做了冷肉处理 导致今天这个牛肉的口感有点糞 这个要放到二三十年前 也缺什么的哈子毛病 那时候的牛肉不要说进口故事 就是专门的肉牛肉烧的狠 才是他牛肉的乱愿 基本都是老家的干不动 霍露的荒牛和衰牛 不说冷肉处理 却是吃不到 不过毕竟现在都2022年了 还是希望点到的与死俱进 不再就太可惜了哈 再来这个灰锅牛肉 分量很足 一段上来就是很香的 蒜苗和豆翅的味道 还加了锅巴 牛肉实现撸过了 这个味道就正常了 又香又又较劲 灰锅肉最重要的就是要 该香脚又有油气 又不能水渣渣的 火候是关键 必须蒙火爆炒 尤其最后的蒜苗 一旦炒酒提的水气跑出来 就来吃了 这个老师傅操场 还是很有点水平的哈 很有国旗 焦香味十足 豆瓣酱豆翅的比例都很好 不鲜不淡 叔叔打包回家 在打包盒里面闷了一下 午晚上拿出来热气 依然是那个味道 连锅巴都还是脆 这个灰锅牛肉 保安子可以打满分 这个豆腐烧牛鸡碎 和粗脚豆腐的话 那个烧法和味道都差不多 都是激活烧出来的 豆腐和鸡碎切的都比较大块 调味没得砍上去那么种 吃这个叔叔姐 先把豆腐弄削快一点 放一盒嫩一点 入味以后 拿来拌饭吃很巴适 还有就是牛鸡碎 渣都有点味道 如果介意的同学 省一点 最后这个免费的牛骨清汤 就是刚才拿一锅里面要出来的 香料味不重 浓浓的牛骨的味道 巴适得拌汗 总的来说 这家这个师傅操的菜 就是以前的老手艺 有种货木 目的就是为了要多干饭 不过老又老的好 花小二三十年前 大家工资不高 房价也不贵 穷小子也找得到女朋友 一不要菜里 二不要有钱有饭 有个正经工作 对她好就行 结了好两天小吵 三天也大吵 一年还得无数次 最后也没得拿个真理的 平平淡淡的经历 英混清混也还是很安逸 哦 你拿几个大包子 三个 嗯